欢迎各位学员来到线上课程学习网 我是自强南超人 在接下来的课程会陪你学习 在进入课程以前 建议你先参阅使用说明及课程简介 让你更了解本课程学习方式与注意事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吧 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所要讲解的是 有机发光二极体材料及显示器的技术 这堂课主要是针对于 对OLED这个技术比较不了解的学员 所开设的课程 在这个课程中 我所要讲解的部分包括 OLED的基本原理 OLED的相关技术 以及它的产品在研发这么多年之后 依然还被学界跟业界重视的原因 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讲解 OLED的显示器以及相关技术的关键部分 这个关键的部分包括材料的部分 还有原件设计的部分 以及最后的制程所需要的一些比较关键的技术 最后一个部分是要为各位介绍 OLED这个技术目前的开发状况 这个开发现状呢 最主要是针对OLED技术 在专利发展上的一个进展情形 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有关OLED比较基本的简介 在我们正式进入OLED这个课程之前 我首先想为各位介绍OLED这四个英文字母 它所代表的意义 首先是O O这个字母代表的是organic的意思 organic的东西相对于无机材料来说 它主要的组成元素 最主要是以碳、氢、氧 三种元素为主 当然除了这三种主要构成元素之外 还有一些杂原子 比如说氮、硫、氧 以及其他少数的原子在里面 OLED的organic分子 是由一些原子所组成的 而原子跟原子之间 是以一个共架件结合的方式来形成分子 然后分子跟分子之间最主要 是以微弱的Vender Wars 来做互相的一个吸引 既然这个Vender Wars 是属于弱的一个分子间的作用力 因此 有机材料一般而言 对于温度的抵抗力 较无机材料弱 而因为有机分子的分子结构可能相当的复杂 因此在结晶上面是比较不容易有 所以许多的有机分子本身的结晶性很差 甚至是有不会结晶的状况 而成为amorphous材料 也因为它的结晶性比较差 所以有机的分子通常相对于无机材料来说 它本身的硬度是比较小 也就是比较软 依照这个有机分子的分子量大小 我们有机包括了发光二极体所用的材料 可以分为两大系统 分别是小分子跟高分子 而小分子跟高分子 顾名思义 高分子一定是由比较小的小分子所组合而成的 而一般来说 分子量小于两千 可以视为小分子 分子量大于一万以上的 就可以把它称为高分子 而分子量落在这两者之间 通常都称为 oligomer 寡具物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light emitting 也就是发光 对于发光的机制来讲 跟OLED相关的有两类 第一类就是所谓的光质发光 photoluminescence 也就是所谓的 PL PL这种发光的现象 如果以它的发光以后的衰减周期来分的话 就会变得更多了 就会变得更多了 就会变得更多了